請妳幫我這樣做 我們今天做的是 和葉餅 和葉餅 對 然後這個很簡單 你就是和葉餅 用中筋麵粉 然後加一點鹽 那特別的地方在於 就是說你剛開始的時候 要加的是熱水 不能夠直接 這個麵糊一定要先加熱水 對 然後呢 就大概三分之一的 三分之二的熱水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冷水 那因為這個水溫不夠熱 所以你就大概就是 就不加冷水了 然後呢 你先不要急 你就把它和了差不多之後 把它靜置 就是不能夠太濕 因為這個我們要做乾的 然後靜置之後呢 就這個裡面一定要放一點鹽 那這樣的話等一下比較好感 就一點點 對 然後就把它放著 然後你一次可以做多一點 放在冰箱 要吃的時候再蒸就好了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來揉它 那這邊有已經弄好的 那你就弄成兩個麵糰之後 你就沾一點點油在這個 兩個餅之間 然後把它疊在一起 對 疊在一起 然後再把它擀 你擀一擀之後把它擀得很平 就是你喜歡的這個厚度 其實也是可以當成烤鴨的那個 皮 對 那個皮 對 就可以取代一些那些春捲片 而且你這樣一擀就是兩張 你可以慢慢的再把它弄到 鍋子裡面 對 不要省時 對 一次兩張 對 那有人技術很好的話 甚至三張四張都可以 對 那我做的那個是比較大片的 這個鍋子裡面 你可以選擇干擾 或者是一點點油 那一般技術 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好 所以你就是 一點油 對 就抹的 對… 抹了之後呢 然後就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就 油亮可能控制 對 不要太多 然後可以再薄一點 再薄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示範一下 然後它非常非常的小的火 就讓它慢慢的乾烤就可以了 然後 小的火它會不會烤很久 不會… 因為我們可以做得更薄一點 做得很薄 其實大概三五分鐘就好了 然後這一面好的時候 我們再翻一面 兩面給它煎得 類似這個樣子的 就可以了 對… 然後就是你就這樣子 對… 其實它也很像這個印度薄餅一樣 那你呢 就是搭配這些 隨意你家生什麼菜都可以 那這個之前 我們示範過的一個辣醬 這個好厲害 這個很厲害 就是… 就是蔥 蒜 九層塔 然後加一點辣椒 拌炒一下 然後… 對 你們都不用蓋喔 老師 不是要蓋起來蜜蜜 沒有… 真的 需要補這一盤嗎 你們不需要… 對 然後我們也可以 我們有蓋子喔 對 我知道 我們也可以就是 之前我們也做過那個 墨西哥醬嘛 對 然後也可以墨西哥醬 加海鮮或加這個雞胸肉 像那個薩基努的那個雞胸肉 也可以捲在這裡 也可以 對… 那也可以 就是怕辣 我們就不一定要加 對 然後就把它捲起來 其實捲這個就很隨意 你看你喜歡怎麼吃都可以 對 這樣就OK了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好